接着下来的话当然 如果我们这底下先不要 不要乱他 OK 这边的话 如果我今天假设我把他抓下来 那我刚刚有提过 有几个地方可能要让他 放到资料库里面 可能要有一些前置作业 第一个就是说 他可能会需要 因为他下来的东西 如果你现在这样看 假设比较看不清楚的话 其实我是建议你可以利用 一些工具辅助 像我的习惯 我会先把刚刚那个档案 先下载下来 然后下载下来的话 那个档我刚刚有提过 在这边 那你下载下来之后 你可以用那个像 Nord配++去分析一下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都那么精通每个格式 所以如果你假设 还不是清楚的话 你下载他 然后我的习惯是 先按右键 去用那个Nord配++开 然后并且看一下 他的相关格式 不过反而用Nord配++看 好像会有一些乱码 不过这样子 乱码的话 你可以在Language里面 稍微把它 Coding这边好像可以改 你可以把它改成 好像应该是NS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他反而这个 是不是 还是 我先不管好了 这个中间的话 你会发现他一定都是一个换行 最后的话会有一个CR-LF 然后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拿掉 所以第一个我想可以先切 所以可能要切两次 第一次怎么样 先切换行的部分 换行 切一个 它变成这样子一笔 所以我第二次再切的话 再把它整个按照它的那个资料 分别切出来 所以可能会分两次切 我现在直接用按右 我直接打开它 OK 这样看好像 我看用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用那个祭祀本来开 可以吧 好 这样子 所以第一次切是按照那个 就是换行 第二次切再按照豆点 再把这些东西 空白的部分多余的拿掉 OK 大概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然后再组合成什么 组合成串列里面 再把它放到串列里面 变成escue man 你可以用的 这个形态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这样 底下我这边有预先写好了 就是先怎么样 先用那个切割的方式 切割我这边 第一步的话 先把它怎么样 split它 然后呢 print它看看 OK 那不过你print出来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不过我还是建议 逐步逐步来看 那切割之后 它第一个 它在那个 第一个 串列里面的第一个资料里面 你可以看到 对这个资料没有错 但是问题 它多一个 反斜线R 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 因为 常见的应该是微软 微软它会多一个反斜线 如果你是用unis 环境下 或者你用linux下面做的 就不会多一个反斜线 怎么办 可能这边要多一个什么 多在前面这边再 把它用split 不然的话 要不然就是你最后可能要把这个拿掉 不然的话 可能会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在档案读取好像没有 可是在那个网页上下载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 我先split它的时候 就是要用反斜线R加反斜线N 否则会多一个 多留一个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在什么 在针对这个串列做什么呢 在做后续的切割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笔 原则上我第一笔不要 因为第一笔 第一笔是栏位名称 这个不需要嘛 因为放资料库里面这个多余的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你把它移到最后一笔 你会发现它多一个最后一笔 所以如果你最后一笔 insert into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错误 因为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的话会出错 所以我们必须 稍微再细心一下看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要避开第一个 并且避开最后一个 那怎么办 当然我要写个回圈 所以回圈的写法前面讲过 你可以for i in range 第0个开始 从1开始就避开第一个 那减1的话就是避开最后一个 ok 所以你刚刚如果没有减1的话 可能会多一个最后空白的资料 然后再来的话 我按照逗点去再做第二步切割 我的习惯 反正第一个第一次切割就类似1 第二次切割就类似2 而且因为以前每次都要想用什么名称 就后来都不想想 反正第一次1 第二次2 第三再切的话3 4 5 6 常常遇到像网路爬虫 很多一层一层切下来 我好多个串列 所以我的习惯就123 那当然你自己如果自己的习惯 你可以改一下没关系 那我在针对刚刚的那个 每一个例子1里面 再用逗点去把它分割开来 ok 那把它print出来看 应该这个应该没问题 这个应该前面写过了 所以理论上就是把list1里面的东西 按照逗点再把它切割 但是切割呢 第一个不要 因为第一个避开第一个 这个不要 从这个切 最后会多一个 所以减1 好那切完之后一样 我是建议如果你没把握的话 还是print来看 除非你已经很熟了 否则我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来比较扎实 好这样的话第二步就ok了 可以看到出来的东西 好像应该已经蛮接近 但是针对这个里面的第几个呢 这个list2里面的第1 这里嘛 1 2 3 第三个里面后面会多很多空白 所以就把它strip掉 strip后面加空白 那就把它拿掉 所以怎么针对 只有单单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0 list2的0 1 2 这个是3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好像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再加一行 再加在哪里呢 加在切割之后 这边加一行 这什么 针对list2里面的 什么 list2里面的第三 其实就是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 strip它 如果它空白 刚好在后面或前面的话 你用strip就ok了 但如果说将来 它可能是在中间的话 你就不能用strip 你可能就要replace 一样replace replace空白变成没有 所以这个当然另外一种写法 因为可能如果空白 刚好在中间的话 或者不一定是中间 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你用replace 刮虎有没有 那怎么样把空白变成没有 就这样写就好了 这样写应该可以看懂 如果在两旁的话用strip 用在中间的任何地方 因为有时候空白可能它 头尾中间都有的话 那你就记得用replace 这个也蛮重要 因为蛮多同学不懂的话 没有把它strip掉 或者没把它remove掉 你放资料会不会出错 那就用这一招就ok 所以两个方法顺便讲一下 然后我用strip好了 把空白的部分帮我拿掉 并且再绣出来 如果这样ok的话 那表示 这个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看到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它一个串列 有没有 这个一个串列 就帮我把资料分别放进来 一个一个一个的 ok 那再来的话就思考什么 一个罗伯一根放资料库 资料库我讲过 你可以有excuse many ok excuse many或者其他 反正你熟就好了 那怎么做 接下来就下面的资料库 第一个怎么样 我们要一样去 连资料库 资料库我产生一个新的 之前是Cursor01 我改一下 叫market.db 第二个的话 建一个什么 不过他这边有错 因为我忘了input他 这个siclite 你可能这个 要先把它input进来 okinputsiclite siclite3 然后去建一个database 并且产生一个 cursor的这个物件 可以去连它的资料表 然后我们就是 如果它假设已经存在 里面已经有market 我先把它drop掉 因为我怕有旧的 假设每天更新 那你可以把旧的drop掉 这个前面有讲过 fas 如果它存在的话才3 如果不存在就跳过 那再来后面的话 就是去create的一个table 那个table里面的话 我就不用abcd 就不偷懒 那如果你假设想不出好名称 你就用abcd ok那我们就是分别是日期 总类 市场品名跟平均单 而且用刚刚它的栏文名称 直接把它贴过来 ok 那再来的话就 第一个就是日期时间 daytime 第二个就是它的tester 第三个的话呢 市场嘛 所以这个也是文字 这个也是文字 然后呢 其他的话 那最后一个平均单 加英雷有小数点 不过我发现它好像都点00 好像都没有点多少 所以如果 它有点3个吗 如果有的话 那你就不能把它小数点拿掉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形态就用double ok 那我只是用一般 比较常用的资料形态 而且这些形态是最安全的 像seqlite一定可以用 myseqlite一定可以用 但是其他的资料 不过还有更多的形态 像那个text里面还有chart跟varchart 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当然至于你要不要再去改其他的 我想后面自己再延伸 好 seqlite我们就建一个table ok 所以这个时候执行之后 我们在database里面就有一个table 有5个栏位 而且形态都ok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exqlite 特别是我这边强调exqlite 把它丢进去 那前面已经有做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因为exqlite需要有一个串列 把这些全部串在list3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建一个空的 跑一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范围 等于1到最后一个 然后一样是short ok 所以前面只是show 我们只是说去把刚刚的动作再重做一遍 把它倒过来 然后呢 做什么事呢 一样就是把这一个一个一个的下方的list2 一个一个的再放到哪里呢 放到list3里面去 append ok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一个一个的全部都进去了 那最后的话你用exqlite 特别说exqlite加一个many 那语法就insert into marker 刚刚这个table 然后values 后面就加5个问号 然后把这个list3放到这边来 这样应该是最简单的吧 我想应该如果你用其他方法也可以啦 不过好像似乎没有这个简单 ok 不过最好你就要记一个 是不容易错的啦 最后commits close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我们把上面这个print 其实可以拿掉 因为这边应该是多的 因为我们只是在叙述一个 把这个关掉一下 这个就不用了 就是帮我切 切完之后 然后帮我放 放进去之后呢 最后commits and close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就执行啦 不过最好你再print一个 就是写入成功之类的吧 也许你close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print它 然后呢 讯息让人家知道说 这边已经成功了 所以也许就是什么 写入成功之类的吧 可以 他最后的话就把它run一下 应该没错吧 有没有看到错误 没有的话 执行 好看一下 ok 抓下来 写入成功 所以上面好像还有一个print 其实这个print也可以拿掉 因为不然的话它就 这个 这个是print它里面原来的东西 这个行李可以拿掉 好 那我们最后看一下 它的结果 ok 我们就可以用siclet browser 或者 或者当然你可以写个实类语法 开启的话呢 就开启我们根屋底下 workspace里面的src 里面应该会有一个market.db 所以m在这里 就是这个 这个资料库呢 把它开起来 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形态 对 daytime 三个test 一个double 里面的话呢 就有这些资料 总共笔数3617笔 其实还蛮快的 你会发现 它一定不到一秒钟 瞬间从网络上捞下来 并且呢 帮我把所有资料都放到这里面 最后一栏是double 有了 这边有.33 ok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 假如用错的形态 那它如果用integer的话 那可能小入点就消失了 好 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把网络上资料捞下来 并且放资料库 画面先还给各位